你知道我隨便like 都有人跟我配對成功 你知道嗎 我曾經最高紀錄 同一天晚上 我跟十一的人聊天 體重沒有瘦很多 才差兩公斤 可是我的體脂掉很多 我現在的體脂 大概維持在二十 應該還滿滿意的狀態 這個尺度算是最大的 喔 出道以來最大 有一次那個 我們員工旅遊啊 顏志玲啊 就說 我們要去員工旅遊耶 你會穿比奇尼嗎 我就說沒有 我會穿蛙人裝 就是包到很高 我不敢嘛 我真的不敢 我很保守其實 因為其實妳前天有講說 妳以為唱十年 就會點半身子 對 那對於就是單身這件事情 已經算是妳的心魔了 也沒有啊 沒有到心魔的地步啦 我覺得可以 這麼坦然的 去說自己是資丹女 就代表妳是喜歡自己的狀態的 那資丹女也不代表說 永遠不昏足 我只是有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希望這個另一半 是可以為我們彼此的生活加分的 而不是帶來彼此的負擔 如果帶來負擔的話 我們都已經長大了 到這個年紀了 妳何必找一個負擔再來揹在身上 最近身邊有出現一次可以嗎 尋覓當中 尋覓當中 開到這一個 其實之前沒有玩耶 他們給我一個任務 就是一個禮拜 然後呢 我先註冊 但是我們就在思考說 我到底是要用周慧這個名字上去 還是說用匿名 那我也沒有說 我要完全不讓人家知道我是誰 其實我都放自己的照片喔 好 那我就寫貴兒 貴兒 你知道 我們一開始 因為我們沒有付費嘛 所以我們看不到誰喜歡我 你知道嗎 那我就只好到處去喜歡人家 就看照片啊 你知道我隨便like 都有人跟我配對成功 你知道嗎 我曾經最高紀錄同一天晚上 我跟十一個人了解 我想說 我下了通告回家 還要拚命回檢去是怎樣 然後有些人有認出我 就會向記者訪問 那有些人是不認識 因為沒有認出我 不是不認識我 就是他沒有想到我會來 來玩這個 他也就是 欸 就這樣瞎聊 聊得來的我就覺得很棒 那有些是句點王 那個就沒辦法 我要講為什麼我的 交友軟體失敗 一個禮拜之後呢 他們給我的任務就是 我要去約網友出來約會 我好難怪 當他們發現我是周會之後 他們就覺得 蛤 你是為了任務才來聊天 於是 我就被拒絕了 其實我玩這個軟體 還是玩得滿開心 因為當人家不知道 你是誰的時候啊 你就有一種 有種神秘面紗 然後你可以把自己 私底下的一些想說的話 或就是不用花大腦 就是把它回回去 可是我們這個影片 還是要把它完成 所以有可能 最後我會跟我的同事去 碧潭踩天熱船 哈哈哈哈 我會想看 我會想看 再次回應 我會想看 我會想看